焦点转向法国 法国议会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 总理巴尼耶领导的少数派政府就任仅仅三个月就垮台 巴黎民众对于法国拨绝云轨的政局忧心忡忡 一些人将矛头指向了法国总统马克龙 认为他就是导致这场政治危机的始作俑者 中文字幕长 版放在会想想什么 大家都学习的情况 我听到他录音的说 不上是英国国人美国人的理论 但他就是理论我们政府的理论 要当我们来说 要联系这些事情 我们看到毫升任何日人 在一方当时我们就在答应 保云了信任何外奖 我们有典论的 自身保守派人士巴尼耶 是在今年六月立法选举后 被任命为总理 就在议会投票否决他的财政计划后 巴尼耶星期四辞职 成为法国现代史上 任期最短的总理 只有短短的三个月 至于遭到反对派逼宫的马克龙 则是拒绝辞职 除了重申会继续留任到任期结束 也就是2027年5月 他也将在未来几天任命新总理 坚持否认应该对这场政治危机负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